HELLO 大家好我是曼蒂 大家應該知道化妝品分很多牌子也分很多價格 但我今天要跟你們介紹的東西都是我第一次用 因為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所以我今天要來用這些很貴的彩妝品畫在臉上 就是這個妝 我們一起來看我今天用了什麼東西 首先呢底妝我要使用這一個肌膚之藥的粉底乳霜 大家看看它的外包裝就是非常有質感又精緻的鑽石切割面 我們使用它這個挖勺 它附了一個調色盤 搭配的是他們家的遮瑕刷 那這一支它是比較偏向低遮瑕 可以讓你的妝感比較薄透自然 兩邊上完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的保濕效果非常好 我的臉立即就膨潤了起來 遮瑕的部分 這一個是La Perry的魚子精翠遮瑕液 他們把他們家最厲害的魚子精翠保養 放進這個遮瑕裡面 上上遮瑕之後呢 它尾端這邊還有一個彈性的壓頭筆刷 你就直接針對你要遮瑕的地方 去慢慢的刷開 我們要使用這個蜜粉 這蜜粉呢裡面本來就附了這個粉撲 你們看它非常有彈性 那它這個粉體呢是比較粉紫色系的 所以一上上去你會發現它可以校正你的蠟黃肌膚 拍完的妝效非常明顯 那它這個蜜粉它的粉體非常的細緻 所以它壓完有一種絲絨光感 不會真的吃掉你底妝的光澤 接下來完成我的眉毛 眼影是使用這一個 Trump4的高級四色定制眼影盤 那它這個黃橘色呢 我會選擇把它直接上我整個上眼皮 是因為我覺得它不會顯得很螢光 那咖啡色的部分呢 我是把它暈染在上眼線的地方 然後亮片的部分呢 就把它點在眼頭 睫毛膏呢是赫蓮娜的 他們的蟒蛇捲翹防水睫毛膏 赫蓮娜女士呢被譽為睫毛膏女王 因為她是第一個發明了防水睫毛膏 那使用前呢為了要避免膏體過多 所以我會在平口把它刷一下 那它的刷頭呢有做比較凹曲面的捲翹弧形 這樣子你在上睫毛的時候呢 它也可以幫你的睫毛更有支撐力 再來呢是我們的打亮以及腮紅 要使用香提卡的蔚藍海洋夾彩盤 它上面這個是打亮 下面是腮紅 所以這個是兩用盤 最後呢是我們的塵膏 就是這一支之前造成轟動的Hermes口紅 你們看它漆面的管身加上金屬的設計 我挑的這一支呢是玫瑰木色調的 我覺得它的顏色比較適合秋冬的 而且我覺得它剛上的時候它雖然是霧面的口紅 可是它會有一種絲滑感 所以你的嘴巴不會覺得乾或是卡紋 那我的妝就化完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一個價值三萬的妝容 有沒有瞬間提升了高級感 我們下一個月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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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